公元六年,西汉真正意义上的末代皇帝汉平帝,忽然去世了,而汉平帝去世的时候比较年幼,没有儿子,所以接下来谁做皇帝,这就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然,有资格决定这个问题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掌权的大权臣王莽,王莽此时已经权倾朝野,并且给自己加了一个叫宰衡的称号,当时的王莽,其实已经完全可以直接篡位,包括之前的汉平帝, 其实也是太用力的,而是只是一个傀儡,但此时的王莽,大概是觉得自己称帝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接下来,王莽并没有直接篡位,而是从老刘家的宗室成员当中,挑了一个刚刚两岁的小孩,做了汉平帝的继承人,这个孩子,后来在史书上,被大家称作如子英,也叫刘英,作为汉平帝的皇位继承人,照理来说,如子英应该才是西汉的末代皇帝才对,但实际上, 在被王莽选中之后,如子英其实并没有真正即位,只是做了几年太子之后,王莽就正式篡位了,但这个没有真正继承的皇位,后来却成了这个孩子,一生的诅咒,因为身份太过特殊,在后来的人生当中,如子英再也无法享受常人的生活,甚至于在王莽的安排下,这个如子英可能一生都不会说话, 而且也从来没有接受任何人类系统的教育,他的人生虽然只有二十年,但是却见证了整个两汉之交的这段历史,成了历史的悲剧,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如子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作为西汉最后的皇权继承者,如子英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生,他最后又是怎么死的呢? 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从如子英的亲戚关系开始说起 作为汉平帝过季的儿子,从亲戚关系上来说,刘英应该算是汉平帝的远房堂职 刘英的高祖父,就是西汉中期的那位汉宣帝 按照正史记载来看,汉宣帝应该有六个儿子 这其中老大,就是后来的汉原帝刘氏 而老三刘萧,就是刘英的曾祖父,照理来说 这样的亲戚关系,是无论如何,都轮不到如子英来继承皇位的 但问题是,后来汉原帝登基之后,经过整个西汉后期的皇位传承,机缘巧合之下 汉原帝这一脉绝后了,汉原帝这一脉最后的后人,就是汉平帝 汉平帝当也是幼年即位 但是从他即位那天开始,王莽就掌握了大权 所以后来,王莽为了方便自己掌握权力,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平帝 然后一直软禁汉平帝 而等到汉平帝稍大一些之后,汉平帝就死了 而且也绝后了,对于汉平帝的死 后世史书上一直有争议,谁都说不清楚 汉平帝到底是自然死亡,还是被王莽堵死的 反正汉平帝死了之后,汉原帝这一脉算是彻底绝后了 所以接下来,按照传统的宗法继承制,就只能从汉原帝其他几个弟弟的后人当中 挑选一个,过继给汉平帝做儿子,然后来继承皇位 就这样,公元六年年初,刚刚出生的刘英,就被王莽选中 过继给了汉平帝,当时汉宣帝其他的几个儿子 其实有成年的后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堆 不过,对于这些成年的刘氏宗亲,王莽是一个都没选 反倒是选了此时刚出生的刘英 原因自然也很简单,选一个小孩子,肯定比选一个大人更好操控 就这样,在被王莽选中之后,刘英的傀儡生涯,正式开始了 另外,这里多说一句,根据史书记载 刘英的生父名叫刘显,当时已经继承了他们家广七侯的爵位 可是在后来的史书上,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记载 而且后来,他这一脉的爵位,似乎也彻底失传了 没有人知道,在刘英入宫之后,他家到底经历了什么 而接下来,刘英入宫之后,虽然是以汉平帝过继子寺入宫 但却并没有直接继承皇位,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时他太年幼了 此时的刘英,还不满一周岁,根本没法做皇帝 所以接下来,王莽玩了一个花活 公元六年三月,王莽宣布,刘英先做太子 然后他自己做代理皇帝 等到刘英成年之后,自己再把皇位传给他 就这样,接下来的三年里,刘英在皇宫里逐渐长大 但是在王莽的安排下,接触他的人 不能教他任何东西,甚至不能教他说话 只是给他提供最基本的食物 所以,三年之后,尽管刘英已经长大到四五岁了 但却依然和一个婴儿没有任何区别 而在三年里,王莽则是不断拉拢更多的人 同时镇压反对他的其他刘氏宗亲 就这样,公元八年 终于搞定了所有人的王莽,正式走出了最后一步 这一年,王莽正式篡位,自己做了真皇帝 至于刘英,则是由皇太子,变成了安定公 不过,和后来东汉的末代皇帝汉宪帝相比 刘英其实更惨一点 汉宪帝上位之后,好歹真的被分到了山阳县 后来成了一个医生 虽然不能离开山阳县 但是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可是刘英这边,就连这个待遇也没有了 王莽虽然也封给了他几个县 并且允许他在那几个县里 继续保持西汉的宗庙 但实际上,王莽登基之后 并没有真的放他去自己的封地 反倒是继续把他软禁在了京城 此后的十五年里 刘英就被王莽一直软禁在京城 王莽给他弄了一座安定公府 直接禁止他出府 并且禁止外人和他交流 同时,王莽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他 彻底把他做成了一个吉祥物 所以,刘英长大之后 不光失去了皇权 他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因为没有人教导 刘英长大之后 不会说话 不懂任何知识 基本上就和两三岁的孩子差不多 只能靠本能做事 就这样 直到十六年之后 刘英才终于第一次走出了这座安定公府 公元二十三年九月 随着陆林起义军杀入京城 干掉了王莽 新朝正式结束 而新朝灭亡之后 当时中原各地 虽然出现了一大堆的割据势力 但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在明面上 都还是尊陆林军这边拥立的庚史帝 作为天下共主 而在王莽被杀几个月之后 庚史帝就搬家去了长安 成了长安的新主人 到了庚史帝入主长安之后 刘英的处境 一下子就显得很尴尬了 之前起义军攻陷长安 诸杀王莽的时候 长安城里乱糟糟的 也没人去管刘英 而王莽被杀之后 一直到庚史帝过来之前 同样也没人注意到刘英的存在 毕竟 之前刘英虽然做过太子 但基本没啥影响力 所以大家也没想起来 还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等到庚史帝入主长安 逐渐恢复秩序之后 大家逐渐想起刘英的存在了 此时的刘英 地位其实非常尴尬 要知道 当时庚史帝的这个皇位 是被几个起义军将领推选出来的 而从法理上来说 刘英才是西汉的实际继承人 所以 这个时候 庚史政权怎么处理刘英 就让人很头疼了 把皇位还给刘英 这肯定不可能 而如果继续保持他安定功绝位 那就等于是承认之前王莽的册封 一样也不合适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叫方望的人 站出来替庚史帝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方望 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 当年汉平帝在位的时候 他曾经一度做到了太傅的高位 但是后来 因为王莽掌权 并且开始篡位 方望实在看不惯王莽 但是又无力阻止 所以就直接辞职 回了甘肃老家了 而后来 等到王莽被灭的时候 甘肃这边出了一个叫尾肖的地方军阀 这个奎肖起兵之后 知道方望在当地比较有影响力 所以就请他做了自己的军师 而接下来 这位奎肖接受了庚史帝的征调 直接去了长安 这让方望觉得大失所望 所以在之后 方望想了想 干脆就决定自己单干了 于是在之后 方望就亲自去了一趟长安 面见了庚史帝刘璇 没有人知道 当时方望到底做了什么 反正最后 刘璇答应 让他带刘英离开长安 去甘肃那边生活 这其实也是历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要知道 当时刘英虽然没啥了不起的 但他的身份却很特殊 正常情况下 庚史帝是绝对不可能放他离开的 可是当时的庚史帝 经过方望的说服之后 最后却真的放行了 不管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之后来 方望带着已经20岁的刘英 回到了甘肃这边 而到了甘肃之后 方望第一时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在今天的甘肃镇园一带起兵 因为方望比较有影响力 所以起兵之初 就聚集了几千人 然后 他们就拥立了刘英 继承了西汉的皇位 不过 这对于刘英来说 却并不是什么好事 要知道 当时刘英虽然已经20岁了 但他却什么都不懂 连说话都不会 所以 此时的他 只不过相当于是从一个傀儡 变成了另一个傀儡而已 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 而刘英被拥立的时候 整个中原地区 早已打成了一锅粥 当时四川这边 公孙树已经割据自立 河北地区 刘秀已经击败了赵汉政权 取了郭胜通 并且开始招服铜马起义军 而在关中这边 耕使政权虽然摇摇欲坠 但影响力依然还是很强的 不过与此同时 东边的赤梅军 已经开始逐渐吸进 随时准备杀入寒谷关 干掉耕使地 但就算是这样的耕使政权 依然不是方望能对抗的 得知刘英被拥立称帝之后 耕使地第一时间 派了自己麾下的丞相李松 带兵前去平定 结果不出意外 连一场硬仗都没有 李松直接踏平了这一带 至于刘英 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结局 史书上说 他是死在了乱军当中 但是又没人找到他的尸首 而且 后世也不知道 他埋在了哪里 这就是西汉末代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沙漫 dije 我还不过来 没有人请尽作词 这就是大家 那么别闹 che 在这边 尽多语写作词 并非 我自己选择 这就会 像是